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所作而成 其次还表示圆周 象征着周而复始 循环 往复 再其次 周表示大而全的意思 其大无碍 其小无内 包罗万象 再说义 义 首先以象形字蜥蜴这种动物的象形字来表示 蜥蜴它本身动作敏捷 善于变化 能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 而变化自己身的色彩 比如 在黄色的土地中 它能使自己的身体变成黄色 在绿草层中 它能变成绿色 从会义字上来说 它有日月两字组成 上为日 下为月 表示日月运行 日月变化 再其次 它表示容易 交换 变换 等含义 再说义的三个特性 义的第一个特性是不义 即不变之义 它象征着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性 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的 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比如 心体的运动 它总是沿着一定的轨迹来运行 人生也有它自身的规律 一个国家 一个单位 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性 这是不义之道 其次 是简易 简易即简单明了 简明恶药 古人常说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真传一句话 就是简易 第三点 意的特性就是 变异 最近几年 西方国家把周易翻译成 The Book of Changes 意思是 变化之书 这种翻译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 意的根本就在于 研究万事万物的变化性 下面再谈一下 意的发展演变的过程 意的发展过程 传说 远古时代 中国第一位圣人 福熙 根据《黄河中龙马》的图案 画出了 《先天八卦》 第二位圣人 殷商时期的文王 一句福熙《先天八卦》 演绎成《八八六十四卦》 并写下了《六十四卦》 卦词和《三碑八十四摇》的《摇词》 第三位圣人 是春秋末年的孔子 他在《八八六十四卦》的基础上 写成了《义传》 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十义》 正所谓 人耕三世 世力三国 总的说来 周易 他是揭示宇宙间万事万物 发展变化的一位学问 他上论天文 下谈地理 中讲人事 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 到老百姓如何做人 在里面都有详细的论述 周易 他既是中国的 又是世界的 更是宇宙的 周易 是古代的 也是现代的 更是未来的